台湾观众团做会议做台湾 观众朋友们晚安 我是小伙国珠 那么马王豆的政治风暴呢 在国庆日上个星期 大家都看到 周末可归之下握了好多次手 互动很弱弱 人说呢 现在整个马王豆应该是 朝所谓的画下据点的方向来走吧 但是政局没有因此而要平稳下来也 因为民进党在这个时刻发动了倒戈 明明他在立法院的人数 十次是过不了门槛的 但是呢 苏正昌主席依旧是一年一倒戈 修宪过后到现在 总共有三次的倒戈 那么他就倒了两次 我们真的要问问苏正昌主席 到底是想要做什么 因为他强调说呢 所以这次的倒戈是 只问对错不计输赢 看来知道赢不了 但是这个对错问题 大家都要问了 哇那你的柯建民总招啊 为自己的司法个案去关说 苏主席你可曾问过他的对错呢 民进党全力的要来护短 现在柯建民更加的有恃无恐 说是很大气的把自己送到了 立法院的纪律委员会 要来全民公审 但是我们告诉大家程序不完备 已经被推荐了啦 何时会再送进来呢 我们来拭目以待 但是呢 简平会现在也要来可能要进行大规模的约谈 他恐怕在名单当中 他已经大骂这是凭什么呢 我们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最大在野党耶 好民进党再提倒个案 有人分析说 这反而促成了国民党的这个团结 好明天这场的不信任投票 大家都会开出票来吗 特别要观察是那王金平院长他会怎么投啊 有人说他其实是未来要稳定整个局势 甚至要让马江内阁交出成绩单的重要关键人物 他的下一步是什么呢 我们台湾共产今天持续带你关心台湾 带大家深入的来做探讨现场的五位来宾先为您来做介绍 我们首先第一位来介绍是资深评论员沈富雄沈大佬 主持人大家好 第二位我们介绍国民党籍立法委员林玉芳 大家好 今天现场请到的资深时事评论员是周玉寇小姐 大家午安 今天现场来请到文化大学广告系的副教授纽泽勋老师 董珠桐大好 另外一位评论员是康仁静 董珠桐大好 好我们赶快就带你来看看 好那么现在要再度的发动倒阁 明天早上九点钟开始记名来进行投票了 到底赢是赢不得了呢 那么苏仁昌或许已经说到了 不计输赢也要来倒阁了 那么倒了去年倒一次 今年又倒一次 实在倒阁都倒不成 那他是不是自己应该下台以示负责 我们带你看看他今天怎么说 我刚刚进不了门 我说奇怪他们干嘛要合照 他以为是什么 我以为是两个男女已经和解了 一早十点钟不到 蓝力立委维绕着一场排了一圈 全是冲着对江葵的不信任案登记发言 15号表决赛前赛开打 常位气氛还有效益进了战场 朝野背负党义 可不能越雷尺一步 分析目前导断站立 天安的民进党团有40席 加上在野的台联党 亲民党共有45席 不过对立面的国民党就有65票 加上武党陈雪生远压过57票的同意门槛 国民党不敢大意祭出党籍 全力防堵跑票小兵 是有提醒陈根德陈委员 因为他是受到 王总长是受到任期的保障 那除非他有确实 哪些是重大的挟制疏忽 只要跑票 或者是这个借故不来等等 就是报警中央开除党籍 这位南营内部还有杂音要黄世民下台 交换立保江回 但倒阁案票数看起来执政党胜券在握 到时揭竿起义的民奖主席苏恩昌下得了台吗 我们倒阁成冲 没有过 但是成冲也没有保固一年 后来在1月13号火大游行后 他就下台 所以我们认为 所谓倒阁没有过 就等于是保固江一旺 这个是错误的认知 虽然他提出倒阁却没有承诺 若是失败自己该负什么政治责任 这场僵局如何修实考验民进党的政治诚信 这位先生郭先生 雕雕雕 SN小组采访报道 没有错 考验民进党的政治诚信 刚刚看到苏丁当主席面对大家的访问 其实今天中午他也参与广播的专访 也在对提醒大家说 他说政治其实是化学不是数学 意思是说不是属人头 就能够决断 能够断定到底成败是在什么样的结果吗 同时他也特别的强调 在今天专访当中还说到的是 虽然整体事情 他现在说到是只问对错 不计输赢 大家认为说应该是输的可能性是居高的吧 但是他也在对的强调说 不管这个结果怎么样 人是要做事 该做事情是一定要做下去的 这番论述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接受 重点是民进党朋友是不是就能够接受 还是主席只要年年砍他一次倒戈 大家就很开心 很爽的 这对国家帮助吗 当然是没有 为了反思民进党明天的倒戈 我们来看到今天 行政院也是大动作的 看到是行政院长 嘉宁华本来原定早上是10点 10点整要来开这场记者会 但10点13分 他正式站上了 新闻局在行政院的发言台上面告诉大家 那么今天呢 早来阁员开了临时的阁员会议之后 他做了这个相关的一番的说明 这个演说也讲了二三十分钟 我们就请沈大佬带大家一起来解读说 他今天说到台湾的未来是不能等了 今天先来强调说呢 对于民进党要发动他倒戈 要来对他提不信任案的理由 他做了第一番的一个澄清 他没有发动政争 他也有没有毁线乱政 那么对于监听的检讨 他也知道有疏失一定要来做改善 但是民主政治的对立 他说人心分歧 现在已经影响到经济的发展了 民进党的不信任案 他只好尊重 但是他不接受提不信任案的这些理由 接下来要加速经济的发展 要缩短程 将差距要完善的赶紧进行的是 长照制度的一个建立 重点是他说不信任案如果被否决 那表示这个行政团队 是通过信任投票了 今天这个大阵仗 四十三位阁员一块来开记者会 罕见 你觉得姜可威今天的做法对吗 有效吗 我觉得今天姜院长的喊话 是典型的姜事风格 姜事风格 这个是预期当中 不过我有四点意见给院长参考 第一点我不喜欢这个标题 台湾的未来不能等 我觉得包括绿营不用讲 包括中间选媒 都会讲说你今天的民调不到百分之二十 所以是随误了台湾的未来 就是说这个时间的蹉跎 你也不能免责 所以我们也许别的人 会把这个改革的速度加快 所以一无姜院长的口中来说未来不能等 我觉得有点怪怪的 第二点他说并未发动政政 这句话我觉得也不妥了 这个表示他承认有政政 我一直都讲马王之争 一边是只有一个朋友 一边全天下都是他的朋友 中国的历史从来没有这样多少悬殊的斗争 所以他这样讲就是发动政政 但是问题他还可以讲说如果我是站在马英九这边的话 就是说我身为院长我没有办法站在总统的对立面 我总是要跟他没有办法唱反调 这个跟发动不发动没有关系 我院长除了这个立场以外 我没有第二个立场应该这么讲 第三点绝无毁线乱政 我认为毁线乱政是民进党的口号 我觉得完全超乎比例原则 因为就算马英九 我觉得都没有达到毁线乱政的程度 何况是江院长 所以这是第一第二第三 最后一点我觉得在讲他的施政的未来的这个方向 我觉得他可以不用提完善长造制度 我觉得完善长造制度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们将来老人家很快就达到百分之二十 这是一个很花钱的东西 我们现在在行政院的辅稿里头的长造制度 是行不通的 而且这个未来还要很长的时间 这个才能上轨 在你未来有限的江院长的任期里头 这一点其实是不重要的 你讲到这一点 大家是没有感觉的 而且如果你细细去讲长造制度的内容的话 我觉得老板先生恐怕更反感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省掉 讲一两句 大家觉得说这个好 这个有用 这个我有感觉 我觉得比较妥当 是好 好我们谢谢沈大老 因为马上化身为沈医师来告诉大家 长造的问题究竟出在哪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但是政府的政策一直其实也出不来 恐怕有心人大概应该在这里是非常的一个急 但是能做出什么样的成绩来呢 恐怕还真的得等 因为等什么呢 民进党还在乱立法院 好那立法院乱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样子的王金平院长能够让国民党的政绩能够付诸实现在这种法案能够过得了关 他又是另外一个关键人物 是关键人物 是帮主力 而是主力还是助力 目前也都是一个不知道 好这就是今天上午我们来看到行政院一个大阵仗的模式 来进行明天倒戈案的一个大反击 说到这个明天倒戈案真的没过的话呢 江英华就认为说表示整个行政团队是通过信任案咯 那表示大家信任行政团队接下来会有好好的表现 愿意给他们很大的期待吗 我们就请预扣姐继续带大家来看 那么今天其实呢 在第一时间大家当各家媒体都在这里做 现场的及时的转播看看 这个江院长要如何来反击民进党这次倒戈的一个力道 我们简单把各家新闻台的画面都为大家结了出来 我不知道同样是资深媒体人 瑞寇姐您在这里看到什么读到了什么 就是说这个同时我们的所有的新闻台都用直播 而且从第一时间就来播江英华的今天的记者会 还每一台大概平均都播了十几分钟 你知道吗就是关键时刻都有这个SNG 那这个在近几年来讲已经是非常罕见的一个状况 就是行政院长记者会 甚至于总统有的时候记者会都还没有这么样的受到欢迎 或者说受到大家重视 那当然从这个媒体操作跟这个整个的这个形象 不管是这个挽救或者是说破坏对方来讲 苏贞昌从很短前面肤前面看 他建筑了一个舞台给江英华院长 那事实上江英华院长今天的这个记者会 他也跟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做了某种程度的呼应 我看到有人访问国民党立委 国民党立委还振振有词了 就做出一副好像很了不起的样子 事实上现在最怕这个导格案成立的 是现任的立法委员 大部分的委员 恐怕在场的林委员 他比较敢于接受挑战 那可是为了国家的政局 大概大家也不太喜欢 面对不信任案通过之后的总统解散国会的重选 事实上基本上从这个政治体制的理论上 从现在的院长已经涉及关说 最大党边的这个反对党的党边 是请这个国会议长关说的这样的一个人 这个立法院已经是一个大乱源 已经是一个信任崩溃的地方 在正常国家来讲都应该解散国会 可是呢 这个解散国会这件事情 因为不是国民党发动的 国民党第一时间没有这个胆试 而且也没有这样的一个长远的一个政治上的这种作为 那结果反过头来呢 苏贞昌抢去了 但是当苏贞昌一抢去之后 就变成蓝绿这个大对决 蓝绿大对决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让江一华可以趁势来召唤这个蓝营的立法委员 但是他是在帮蓝营的立委耶 不是蓝营的立委在帮他耶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国民党的委员 还在那里这个得了偏又卖官 国民党委员现在最怕的就是 这个他们不整合吧 第二点 苏贞昌为什么不去请王金平委员 带十几个委员来跳到这个 要不信任江一华的这个过程吗 这个去整这个王金平的 不是王金平的人马认为是江一华说 已经做好没有王金平的这个立法院的准备啊 那如果王金平院长这么了不起太上皇 那为什么不能够发动国民党里面挺王的 不是这个审委员都说 全天下人都是王金平的朋友吗 那为什么不导过来来这个支持这个导格案呢 让这个马英九好看啊 让嘉一华好看让嘉一华这个下台啊 所以这里面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就看出来的政治的虚伪嘛 王金平院长也是第一个怕导格的人呢 因为你解散国会他的部分去委员一定是百分百没有 贺建民也是怕导格 所以我们的民众就是看这个一出虚伪的戏 这个戏比国庆日那一天还恶心啊 就是一场假戏那这场假戏最后呢 嗯 苏贞昌还睁眼那我也对苏贞昌的智商觉得无限的佩服 好 这是预寇姐啊 这个资深媒体人为大家做这样的一个评论啊 那今天啊这个情势做了这样的所谓的翻转吗 因为真真真正要上战场是这个导格案 不管它叫导格案好叫不信任案好 还是之前有人在提到希望说那既然国会这么要乱啊 那有个所谓的官说院长加一个会去官说的总招 那国王执政跟在野党都有问题的情况之下 这个国会是不是该解散掉好了 现在真的要来做解散动作的时候呢 各自归队 民进党内部所有的立委们都赞成解散吗 那恐怕也不尽然啊 签名啊 这个联署连了很久才终于连到那个门槛 那对国民党的委员来讲呢 接下来我们就赶快去联运方委员啦 就像委员这样敢于接受挑战有实力 愿意重选的多吗 恐怕不多 情况之下这时候大家都说江桂好赞啊 今天呢 实在是因为这几天 政院三长大家努力打电话给所有的国民党委员沟通沟通了 请求支持了 所以大家愿意站出来帮他们 还是说呢 其实啊 我们来看到这个门槛要过其实也是并不容易 国民党只要大家都乖乖的听话 把该投的票投下去 其实问题就不大 大家也可以放心 是啊 因为在党团 我是所谓这个 只要这个 没有支持我们自己 也就是说你支持倒戈的人 负责没有来投票 没有任何理由 一律开除党籍 这个就是我提的 是因为你提的 当政治人物 就旗帜要鲜明啊 我讲个实在话 没有王派也没有马派 只有中国国民党这一派 我告诉你你王派也好 你马派也好 中国国民党如果气势摔了 如果倒下去了 我告诉你 你哪一派你都不会当选 我跟你说 在这个政治的现实面啊 是 所以没有什么 哪一派 只有说有交情 这个是有的 是 可是呢 大原者 大原者 大势大非的问题 就像这个倒戈 这个战 这场战争 是 这个大势大非的时候 是不容许你模模糊糊 两军对雷 旗帜显明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有些人 有时候上电视 骂国民党 每天骂 一天可以骂好几场 在友台 我就等着看他敢不敢 投支持倒戈 如果他敢了 我真的佩服他 我再度每一个人 我请你们吃五行级饭店 不是你应该说 他如果敢的话 他不开除 你已经威胁他又开除了 他当然不敢啊 我跟你讲 不是 如果一个政治人 我就不要虚伪 你有对国民党 那么多的愤怒 那么多的恨 你这时候好好的表达一下嘛 你就投一个支持倒戈嘛 这我就说你是英雄嘛 否则你还是躲在党的棋子底下 有时候耍耍你自己私人的威风而已嘛 可是你太除党 今天还可以假除分啊 这是未来的一个问题 不过我现在讲的就是说 这场战争 其实刚刚数字上讲保固保固 数字上在保固啦 他发这个战争 你知道有一句西方名言叫做 我师故我在 他要是我站顾我在啦 苏貞山当民进党党主席 你这是要发动倒戈战争 请问你谢唐霖 你有没有跳出来 全力支持你 没有耶 对不对 李秀琳有没有 蔡英文有没有 没有人跳出来 要陪你开记者会 来冲冲冲才对啊 对不对 为什么没有 你苏貞山领导民进党到现在 你有什么样的表现 说是要倒戈的最重要原因啦 归主以四个字就是 毁 毁宪论证 我告诉你毁宪是民进党的党团在毁宪呢 你告诉我宪法有哪一条规定你 可以一再的阻挠 立法院的议事的进行 宪法有哪一条可以保障你 你可以阻止江仪化六度上台 要做市政报告不成 相反的 宪法是保障江仪化 可以上台做市政报告 这是江仪化的权利 也是他的义务 就是你民进党不让人家上台 求你谁是毁宪 乱政 政局这么乱 是谁 我今天就在发言的时候 我就讲很简单啦 表面上你们在赞美 王金平在支持王金平 你们用强力交加大索 让王金平没有办法出来主持议会 把主席的位置倒过来 在那个地方 然后退退撞撞 不让他主持院会 请问你是在支持王金平 是用这种手段吗 我看你在修辱王金平吧 所以我觉得乱政 让这个政局粉乱不堪 我觉得民进党要负最大责 今天不是倒戈 应该倒党团 国民党的党团 其实应该提一个案子 说把民进党的党团把它解散掉 让民进党的支持者 有能力重新选 有机会重新选 更好的立法委员出来 对不对 你像 这个我今天讲柯建民啊 我说你今天倒戈 就是你要刮江仪化的符子嘛 请问你柯建民 你带头出来 要刮江仪化的符子 你自己的符子刮了没有 结果我告诉你 这个当然是隐色他啦 但实质上还是 你看113个立委 只有一个人留符子 留最长没有刮 那就这就是柯建民啊 我请他刮好符子 再来刮别的符子比较好 能做得到吗 那么现在一批天下无难事 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柯总召 完全都跟他没有关 什么事都跟他没有关 而且通通是别人的错 这待会也是我们今天会讨论的重点 那么来看到 现在在立法院 这个是一个现实面的问题 就各党各派到底有多少人 是站在一块 是在同一个派系里头的 我们刚才来看到说 那么在这个明天的状况里头 国民党说呢 今天江仪化的院长 这个是不断施政报告 但很像施政报告的一篇记者会内容 告诉大家不计回忆 这个团队要持续的 努力的往前走 但是呢看到民进党 那个不计输赢呢 真的是不计输赢 因为呢 明年会投赞成票 我们帮他算一算 这大概45票 最多到46票 因为还有一个未表派的 吴蒙还没有表态 最多如果也过来 叫做46票 因为国民党已经说到了嘛 不管怎么样呢 一定会党纪来处理 所以昨天呢 明天呢 没有去投票的 投错票的呢 通通党纪处理 把你给开除去了 所以林委员 你提这个建议的时候 大家没有觉得 你也太凶狠了吧 不会啊 我觉得政治人物 就是要这样子啊 如果你就这个党有一件 当年李登辉 在国民党的时候 我会支持阿港活 我就退出国民党啊 要这个风骨 本来就这样子 你不喜欢这个党 你又留在这个党 这是不是修辱别人 是修辱你自己 而且我当时提这个案的时候 是在场所有人 所有的立委 国民党籍的立委 每一个都举手 有的还举两只手 没有一个人反对的 等别人讲 我补充一下 刚刚林委员其实讲得非常好 我认为他有资格 当国民党的党主席 因为Kiss也够好 但是呢 你说他这个书太狠了 其实他还在党同会议里头 特别提出来 就凸显国民党党团 今天的毛病 今天如果是民进党的话 这不用讲 也不用党团做决议 本来就是开除的 本来就是开除的 连讲都不用讲 知识体大的事情 还要有人提案 还要有人表决 还要说今天一定要开除 不用讲 这理所当然要开除 这次国民党的问题 我们说整个所谓的 九月风暴走到现在 我们看到国民党党中央的人 到哪去了 没有看到有人出来为党辩护 那么看到这么多事情 现在也不是党边的委员们 自己来提案 来做自己的一个 这个诚信的一个表态 这应该怎么去解释他好呢 我们看到国民党 国民党问题 民进党有民进党问题 不过继续请教牛老师 是我们晓得 看到这个票数 民进党是不可能赢 对 但是呢 苏正当主席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大家知道他只会算计嘛 因为大家看到他当党主席 来做的事通通是算计 但是算计过后 都是自己输 而且都被骂 就是一个笨 我觉得就是说孙昌他当然有他自己本身考量 也就是说理性自立的一种考量的一个原则 因为毕竟来讲的话 就是说政坛越纷扰的话 其实对在野党 或者对在野党主席的话 他的力多其实是越多的 他可以进行一种火中取力的一个动作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 近期推倒阁 或者是之前孙昌又提所谓弹劾的一个概念的一个时候 媒体的一个焦点会往他身上 去做一个集中的一个概念 需要登照过来 至少就是说 我如果能够集中媒体的一个焦点 去炒作相关的一些议题的话 我就可以行述 我是在野之王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一个太阳这样的一个概念 他某种程度就可以把小英 做一定程度的一个边缘化 因为他被小英压制太久了 所以相关一些民调 小英总是大幅的一个领先苏文昌 所以苏文昌在这一点来讲的话 他是会有担心的嘛 那第二个部分来说的话 假设说苏文昌主席他的一个战略 能够把现在的一个 关注司法这样的一个疑运 能够直接导向所谓 他定义所谓的一个违法监听的一个话 他就可以顺势地转移 所谓的一个关注司法这样的一个焦点 OK对他党员同志来讲的话 也都是有利益的嘛 所以这个部分 他绝对是一个理性的一个考量 那但是我觉得这里面 都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风险 所以我会认为苏文昌之前 都在连投坏球 但是我认为他这次投资了一个爆头 已经到爆头了 对爆头把江一化就顺势地 推上上垒了 为什么他是有风险在的 第一个就是说 假设说你今天的 这整个倒戈 他一定不会成功的嘛 那你之前推弹 弹劾又推了一半又不推了 那弹劾没有成 倒戈也没有成 那你苏文昌主席 你所带领的民进党 总要变招吧 那你怎么变招呢 我觉得变招对苏文昌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你总不能像刚刚 刚刚那个新闻片段里面 他说我们之前推陈中 陈中内阁倒戈 后来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呢他还是自己 他最后还是被换掉了 你苏文昌不能走 是透过这种念力的一种方式 认为就是说 我今天如果推这样的话 我没有把它推倒的话 日后可能我这个念力又发功 突然又被撤换了 我觉得苏文昌不能够 有这样的一些相怨的一个心态 第二个风险就是说 今天黄世民作为里面 关键的人物 现在法务部他的一个调查 已经认定所谓的一个 黄世民特征组 他是一个乌龙监听的一个概念 是行政上面的一个疏失 那假设说 相关司法的一些判准 黄世民也都save的话 我觉得这个议题的一个焦点 就会从所谓 苏文昌所定义的一个违法监听 又转回所谓的一个 关注司法的一个面向上面 好 第三个 今天如果倒阁不成的话 苏文昌其实没有确定 就是我们不会霸证 继续霸占主题台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风险 你去看看民意的一个调查 民众对于所谓的一个 立法院的一个瘫痪意识 已经没有办法忍了 已经到了忍耐的一个临界点 假设说你苏文昌变的一个招 你今天倒阁不成 变的一个招 又是继续霸占主题台 不让这样的话上台 不会 我觉得这样的对 或者是你变的一个招 又是一定程度的一个老梗的话 我觉得民意会怎么样看苏文昌 其实已经有定论 不过委员 其实今天中午的专访 当时苏文昌已经告诉主持人了 那么导阁不会过 你们还继续霸占主题台 他再度宣誓 没有道歉 没有上台 这样的话 没有道歉 你还是上不了台 可见民进党还是继续要玩这招 那我是有一点压抑 因为民进党团里头 有一部分人说 这是自我解套的一个办法 就说导阁没成的话 就算了 就算了 让你就上台吧 因为这个拖了越久 老百姓对民进党团的观感 会越来越不好 没错 那他今天竟然讲说 没有成功的话 那没有道歉 那继续杯葛的话 那这个就等于把这个后路 把这个已经搭好的这个阶梯 又把他自己把它拆掉了 我不太同意说 他这个讲法 究竟民进党团的人 有哪些人支持 或有哪些人会觉得很失望 所以主席都没有去深思熟虑 我觉得民进党团 民进党 尤其是党中央 多年来一直有一个自己掉入一个陷阱 就是说大陆政策 跟他基本支持群众的理念 是矛盾的 他第二个矛盾 就是说他的短线操作 跟他的长线治国 要跟人家说 我有这个本事 这两个是矛盾的 所以今天其实别人来当党主席 其实恐怕离不了很远 为什么 他一定说国民党这样衰 江内阁也这么衰 你为什么没有做一些事情 你必须做什么 来给你的基层群众说 我做主席 我做工作 想来想去 想来想去 没有别的事情可干 只有这一桩 但这一桩干得其实反效果反而大 真的是有做了 今天蔡黄棱在同一时间 接受电视访问的时候 很清楚地说 如果导戈案没过 就应该让江英华上台 做施政报告 所以苏政商最后会变成 大家的替罪羔羊 你知道吗 就算了他身上去了 那如果这个主席是有聚会的 他会做这样的一个说明吗 今天也是中午的广播 还是说面对他的支持群众 他总是得要冷宵围 才能够达到 大家都愿意听他讲话的一个目的 我们待会就来看看 那么这么休息以来的一个三次倒戈 包括明天这一档 你确定要上台去倒戈了 为什么苏政商就提了两次 他是倒戈主席 只会倒戈 不会做别的事 为什么 我们待会回来